比赛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重馆进行 今天参加测试的八位男选手 刚上来感觉兴奋度差一点 理发兵胜利军都有失误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 大家的情绪逐渐调动起来 抓举73公斤及石志勇的170公斤 81公斤及吕小军的174公斤 都是超世界纪录的好成绩 这次比赛规格很高 连加重员都是现役国内第一大历史 109公斤以上级的全国冠军爱宇南 进入到停举 61公斤级李发兵最终挺起了180公斤 超世界纪录6公斤 总成绩也平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 石志勇在试取194公斤这一把中 前面的翻战居然用的高翻 彰显绝对实力 完成后他的总成绩364公斤 也超了世界纪录 36岁的老将吕小军 最后一把205公斤 完成的相当轻松 总成绩379公斤 又超世界纪录 这样的测试赛虽然不降体重 但足见 最近一个阶段运动员们的训练能力 俗话说好饭不怕晚 尽管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 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客观因素 希望举重队的选手们 能延续好状态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